普利鎮南安路种植有一整盘的加东树及软树 每年生长季节吸引大批牙虫 蚂蚁为了采集牙虫分泌的秘露在树上照窝 甚至沿着电线爬进对面加户屋子里 居民苦不堪言才建议公所移植整排老树 这个纸子是什么我就要刷掉 因为纸子的纸子太多了 因为这几年纸子一纸子招了两百岁 纸子的纸子的纸子又有油 公所的另外是太简单了 要从狗牙堵掉但是就是没法堵 我们住在这里的背景 你总经常担心到狗牙虫的身体也不好 不是说要刷造 当然我们是说要刷造 不然没有这个好遗症 公所曾经尝试喷咬防治 或在树干上涂上流油 试着破坏蚂蚁与牙虫的关系 却仅有短期效果 另外加东树的生长快速 树根经常会将木栈板布道顶起 树干木只又较为树松 若是遇到台风可能突然倒伏 要坏停在路旁的车子 而且遗害泛滥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品质 我们也希望多种一点树 但是树要种在适当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加东树 它的板根实在将来 会把这个核体 这个沿岸这个破坎 通通打破 这个是将来必定会的 在几年后 我相信它这个板根会伸到我们博坎这个地方来 为老树请命的居民 认为移植过程会危害老树生命 捍卫生态不遗余力的议员廖志诚表示 台湾软树是震树 这排行道树已经30多岁 将要求公所及县府共同会刊 解决一幻问题 我想说这里建议公所 我也要求管政府的任务客 可以共同来会诊 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 要如何解割到我们的 这个蚂蚁患烂的这个情形 实际上 刀子超过30年 尤其是这个国际欺賓 这个镇树 尤其是柳树 加冬这种地平 原生种 这种很好的刀子 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刷牙之后是不是我 移植树木正能解决疑患 种其他的树种 是否就不会带来病重害 议员廖志诚呼吁政公所 审慎评估 并解决这个问题 民意新闻洪一伦 博理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